朋友们最没压力的这场比赛来了 我跟杨阳打就是拼得打 能拼到啥时候都是啥时候 基本上没胜率 开球网积分赛小组赛 我的第二个对手是杨玉平大哥 朋友们看没看到杨玉平大哥直板正交的水平 就这样的水平 那就是技高一筹 杨玉平大哥直板正交 体能特好 夏天爱游泳 冬天爱打球 夏天从松花江南岸 一直能游到松花江北岸 那体格是杠杠地 鹤立鸡群伸手不凡 很多美誉 加到杨玉平大哥身上 那绝不是浮夸 吹得我动不了这球 只有他侧身攻 没有我反抗的能力 侧拳发球 一板挡推 再一板侧身攻拉出界外 发反手长球 拼命侧身拉斜线 再发长球 推反手拉反手 杨哥又把球推回来 正交推回来的球沉的 朋友们这球是给我逼击 我打了一板爽快的回头 发正手段一板拉掉 又被反过来 我再拉丢了 一个搓球到他中路 一板拉掉到他反手 朋友们咱赢了第一局 第一局赢 还有一个原因 杨哥进攻出了不少失误 第二局 咱们继续拼 接发球搓一板第二板就拉掉 第三板再掉下来 杨哥反推直线 发一个中路球然后打相持 直板正掉速度还是快 杨哥的杀手键来了 发球抢攻 一个下拳发球我搓过去再拉 又得了一分 一个中路的长球 他推一板杨哥先侧身打直线 杨哥赢了第二局 接发球搓 搓正手他拉 我推过去他防回来 咱再反拉正手 发球以后的一板挡推 一个侧旋发球的一板拉掉 杨哥把球回到了底线 杨哥侧下发球一搓 人家随后就拍 相持刀中我先拉起来 杨哥防回来我反推 随后杨哥再推我反手 发正手短一板拉掉 搓一板过去 再搓一板杨哥一个小踢拉到我正手 一个纯的侧旋发球 我一搓冒高杨哥拍一板 朋友们打到这里 败局已定理 推也推不过杨哥 拉一板也不得分 就连这个高球 他也把球搓得很转 放过来我打中了 侧旋发球一板 侧旋发球然后抢推斜线 当杨哥把技术都发挥出来了 我也输掉了比赛 感谢观看 请您关注一封稀图 关注值班长的忙 关注郭桃的地方 打钱他忙简直太猛了 发完球就连踢带打 那玩意实际推你 受不了